菲律賓在美國的支持慫恿下 在南海挑起事端 其他的東盟國家是怎麼看的 新加坡的一個學者 去年10月我們在一個國際會議場合 他就說在我們東南亞國家眼裡 菲律賓不像一個頂型的東南亞國家 它的政策缺乏連續性 這是謀求中費關係 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挑戰 東南亞國家也是這麼來看待 菲律賓某些政客 在未期間就是謀求他的家族利益的最大化 所以他沒有永恆的國家利益 上一屆政府達成的算例 說杜塔爾特執政六年期間 中費之間在處理南海問題 一系列的公司換了人了 全部不算數了 假設下一屆政府又換了一個總統了 有可能這一屆政府達成的一些公司又不算數了 美國也是很清楚的 美國為什麼現在有緊迫感呢 你菲律賓把軍事基地給了我了 趕快給我建了 因為你這個小馬克思也就六年時間 他不能連任的 一屆也就六年了 換了一個人了 比如說在那一個杜塔爾特返美的 那麼要把美國趕去菲律賓的軍事基地的 那美國這些基地有可能就 白見事了 所以美國也知道 他換了政府以後可能對美政策又要變了 我們自己對菲律賓也要有這樣的輕型的認知 為何進行的